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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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香港就必须由中共的支持者去管治的 即是爱国者治港 而不是民选代表 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多样性 但这个不是中国传统 他形容如果我们听民意是危险的 因为选民是不会为共同的利益投票 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people don't vote for the common good people vote for whatever serve their interest just following the popular will is dangerous 即是我们总之的民意是危险的 西方模式就是 但是你要有竞争 有多元化 你有多样性 这个不是中国概念 从来都不是中国传统一部分 喏 我就不要跟他争辱 民主其实都不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 其实民主有很多西方的哲人 都不一定贊成的 或者完全否定民主 或者局部否定一些 譬如现在我们一般不是说代以制度的民主 甚至乎我们现在有些倡议 一些全民民主 全民投票那些 都有人否定 因为会觉得 尤其是精英主义者 会觉得这样 可能会真的有些民粹 这个都不是传统来的 不是西方传统 当然这个不是中国传统 至于他说 中重民意是危险 选民不会为共同利益投票 对 对 对 所以我知道 封想豪所学的就是明理 但你这些节目都听不少的 你喜欢的就发表一下意见 老实说 100个人投票 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结果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都真的会因为考量自己的利益 很多时候甚至乎不是自己的利益 考量的是 没有那么伤害 那你也不能排除 那你也不能排除 那些人投票 即使不是自己的利益 例如 我作为一个 今届美国大选 虽然不关我事 我是中国人 中国香港人 中国大湾区香港人 老实说 我看到那些男磨佬 上我家做法事都要练 老实说 我当然是支持 我当然是希望特朗普赢 但其实特朗普是否真的代表我 短期内 未必是的 不一定的 OK 但是我仍然会投票给他 就是因为 有些人 是真的会经过心思熟虑的 OK 我就回应你一个说法 你 作为我们行政会的召集人 接受这个泰晤士报的访问 英文访问 是 别人看到的 你怎么说这么无知的东西 不是 老实说 民主 就常常会做些错误的事 例如我们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 OK 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 医院 譬如我们叫西方民主的发展 很简单 无论你是比较保守 或者所谓的 左派 所谓的福利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都好 他一定是用一些福利来吸引你的投票 就是 多些机会 多些钱 多些学位 多些就业 一定是用你们这样吸引你们的 一定是这样 OK 好了 所以 因此而我们被这些花言考语 哄到 投了票 接下来都不做 为什么说dangerous呢 他说dangerous 因为很多时政客未必会去做 或者做不到 那我们怎么办 就再选过 其实民主最大的意义都不是serve 选民是 人民是短的 个别人民 我不说全部选民 那个眼光是短的 但是 只要有得换呢 其实就保障了 他们最大的interest 就是什么呢 不会有独裁者 因为 换的嘛 OK 所以很多东西 未必很有效率 但是就不会去到最极致的差 OK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历史看得太多了 就是说过一千次民主 当然不是一个原理的制度 但是你找不到另一个制度 好过去的嘛 去到现在 找不到一个好过去的 去到现在为主 就是我只是想问 你现在发达的国家 现在发达的国家 有哪一个不是行民主制度的 你回答我 OK 你回答我 你说中国 我说不是 那你中国就认为他是发达的 那我就没得跟你爭达了 是的 所以叶柳他说的东西 我不知道要说给谁 还是还是七十多八十 我还想着要去发这个特首梦呢 没有可能 是不是 不是的 问题是现在 给你做特首 叶柳 我给你做特首 你够不够胆跟你中央阿爺说 喂 香港这样搞不定的 他这篇访问还说 什么癲狗 长毛不会回来 香港只去到今时今日 就是因为没有了癲狗 和长毛这些不同意见的声音 在立法会上 纵然他们真的未必能够扭转到什么 是吧 你如果不是 你不敢做的 你不敢跟阿爺说的 让你做特首又有何用呢 现在我们香港人最猛烈的是什么呢 我们特区政府 究竟有没有如实反应香港的状况 那无论阿爺 即是你们的阿爺 是不是会听或者是不是会做 OK 有没有做过真的如实反应 我不知道 喂 你可不可以挂闻一下 这样 觉得他们有没有 你提都知道没有了 都不用问了 OK 好了 叶柳说 香港过去20年的民主实验失败 其实香港过去20年的民主实验失败 失败是什么呢 失败在哪里 他失败就是因为 你突然间有新法例 他失败就是因为有人不跟上基本法 喂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循序漸进 连时间表都没有 831还否定 喂 老实说 你说 他失败在哪里 就算那个时候的了龙民主 就是在2019年之前的了龙民主 大家觉得那个时候 生活得比较好 比较开放 还是现在生活得比较好 比较开放呢 大家就有眼睛看 你还说这些话 你业柳 真的不要这样 又说什么屎丹服 又说我敢想事情 不要说这些 就是垃圾到不得了 好了 经文联 施政报告又来了 我也不想说 但我觉得很有趣 经文联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提意见 建议扩大港人的首次置业項目 可以被高财通人来买楼 高財通的人來買樓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香港地產社都這樣立了 但是你說連香港首置都要給他們 現在香港人未必有什麼介態介意 因為說真的 香港人的首置都未必去買 但是政治上我們都覺得不好看 說明是港人首置項目 說明是港人 是吧 港人嘛 不是 你說高財通來到香港住夠七年 或者有些其他原因 他拿到真的三顆升身分證 我不管舊香港人喜不喜歡 那你就未買過樓在香港 於是你的首置呢 這樣也叫做跟回那個法例 跟回那個regulation去行 你什麼首置 你這樣製造矛盾 製造新舊港人的矛盾 你不值一談 他一向都在做這件事 不值一談 不是啊 其實老實說 這個我 你不要一定是想到 有人刻意去製造那種矛盾 其實可能是刻意的 我不敢說 我更加多覺得的就是 因為有一幫既得利益者 為了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 OK 你想想當年 2012年 為什麼會出現踢行李箱 那些事情 大家贊不贊成 這些行為也好 但是其實呢 中港的絕大部分矛盾 就是因為你香港的政策造成 是啊 你要去拉市 沒有什麼事情 大家包容一下 他逼到周圍 嘩 那個行李箱大 你可否像個大堤 那樣 一排的力量 都凹下來 沒問題的 你香港人有什麼行李箱 喂 你要oversize 不可以 你放行李箱在那裡 你會說 你會告票 你是這些不公 令到 那你應該盡政權 你會說 政權會拘捕你的 那你於是 遷路了那些 喂 不遵守規矩的大陸人 而大陸人知道 自己屌你 好處另外有 有特權 有特權 他就招任職 不是說現在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 幾年 這幾年以來 不斷有人 其實每年都有 那些大媽 大陸人來到香港 大放狗屁 那怎麼辦 有沒有拘捕他 你嘗試 你嘗試 你嘗試拘捕他 看看行不行 好了 那說開這些樓 喂 真是正的 今天有個網友說 我看見樓這麼便宜 真的很想買 我想有些環境 那當然我當然說 你終於 你終於就買 但是 你後來講 當然不要買 為什麼要買呢 有一點 現在看 二手蝕樣比例 去到幾次 就是蝕樣 已經去到31% 即是說二手成交入面 一百層樓入面 有31層樓 是賤走的 是蝕的 我想都是近五年買 是 即是近十年八年買 應該是近十年八年買 十年八年買 即是一五年買 最高峰的時候買 然後加一萬五年買 你九幾零幾的時候 當然還沒有輸 你始終 真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網友 覺得想買呢 因為他覺得 affordable 你問我 其實因為我們習慣了貴 現在相對便宜一些 你覺得便宜 是的 但是其實有些新樓 大一些 所謂大一些一千幾百尺 他仍然賣幾千萬 幾千萬是很多錢來的 你去到全世界各地 你去到倫敦松溫 你去到萬克頓 你都買到很多東西 是的 大家真的要開眼界 好了 現在見到這裡 喂 嘩 南風新村 你不要去新宇舊 西則如沖那裏 兩房單位 你想起 有個低層單位 實用392呎 跌到三百八十萬 一批東西都不用 好想底 其實我也覺得挺便宜的 但是你問我南風新村這些樓 我又不會說百多萬的 因為港島區的人 真的喜歡住港島 有些人 200萬左右 200萬左右 差不多了 200萬是正常的價錢 正常的 合理的 是吧 只不過是 你說買這樣 有些你找十皮百皮 你當然覺得不用 可以買貴一點 但是你想想 上車盤 幾十年樓 那你200萬 譬如60萬首期 就穩陣一點 嗯 要做60萬 那打工仔 我找找皮 老婆找找三 四皮 死坑死底 是有機會 其實都難的 都難的 但是有機會到的 借客跑一下 那時候 所以200萬左右 那時候 一個做律師 一個做醫生 都說買不到樓 好啊 那你看你什麼樓 什麼聲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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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你說如果要買到 一千幾百萬樓 那真的買不到 那你三兩百萬樓 其實都可以選擇 但是你想想 我已經是去到幾十年樓 的兩房 那 我想200萬左右 我個人很公道 譬如沙田那些 我就說 百三四萬 百五萬 那你現在港島區 近一點 那就兩百萬 好了 那 浩景輝那些 我不說 跌到六千元尺 哇 2012年年車位 五百九十萬買入 現在連盟的車位 賣出都是 五百三十萬 那九百多尺 實用面積 都不錯啊 但是我覺得浩景那裏 那些 三百多萬啊 這些 是吧 唉 你想想 各位 其實 首先就是 其實香港 是不是一定要買樓呢 租樓都可以 租不可以 租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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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天呢 那些政治新聞少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啊 起碼今天是星期二啊 嗯 政治新聞少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啊 我昨天說過 我們不少聽的節目 啊 七二一 沒有警察 沒有警察 大家有沒有留意啊 四十七人案 又說要 又說要延遲 延遲判 大家有沒有留意啊 啊 中國外交部呢 邀請了這個 呃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 就是這種 見面啊 是啊 又跟菲律賓和談 是啊 老實說 呃 喂 菲律賓很囂張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跟他和談 很囂張啊 菲律賓仔 好了 保華建業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 有漢出報糧出 現在又出了糧 呼籲這些 公有哪個未 啊 出到糧 立刻去找他們登記 那他說今次因為呢 是得到這個 盧政署 的協調底下 那麼 這個 香港建造業總公會理事長周思傑 就說呢 有信心 受影響的公用可以追回欠生 那 保華建業就很有問題的 如果他是有錢 出糧的 現在追就有了 現在追了 那為什麼不肯出 要人追的 要人追 OK 至少根據他說 我不懂這些 根據他上次我講的法例 你大判 你成建商 如果你有這樣的情形 你起碼又出了兩個月 給他們先 是了 就是頭兩個月 因為差了半年 差了半年 好了 那如果你有的 為什麼你不出 好了 政府 我們上次講的 特別是盧政署 很有問題 保華建業出事 不是現在的 其實在講以年計 你怎麼批張標 那你說如果 他沒有錢 那那些錢 突然間可以不來 難道你政府 政府 他不會給錢 政府叫銀行幫忙 還是怎樣 不知道 我希望有人 會繼續去深掛這些 資料 看看有沒有這麼想的黑幕 不過我覺得比較 我會相信是 可能二三判 但是二三判說沒有收到錢 是出來說的 給不到錢 因為他們說 保華還沒有給錢 我希望 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傳媒去掛 如果保華還沒有給錢 為什麼突然會有錢 如果保華還給了錢 哇 這個是混蛋 就是 就是 即使你給了錢 二三判 你也有法律上面 有責任要承擔兩個月 是 那你不用給 給工人 都是混蛋 我都說 這樣的情況 你還要給他一張標 好了 鄭秀文演唱會 其實你有沒有去看演唱會 因為你們是高人 其實你平時生活 我們都除了命理 甚少的大演唱會 我都沒有去局棄 你平時生活 不是啊 我們對你們的高人 你知道 凡生從事你們的行業 先鋒到骨 又有鬼 又見鬼 又撞神 跟我們 但你們平時在家裡做什麼 暈暈暈風水樓 家裡不是做一些風水的東西 不然派一八字 不是啊 那你工魚 工魚 我不是砌有模型的東西 就是一樣 跟常常的行業 都是一樣的 打飛機啊 都是吃飯的 煮菜 都是那些 OK 那你有沒有做運動 看你身形沒有 沒有 就是暴飲暴食 不做運動 是 OK 那我就奉行蔡蘭 那一隻 吃煙喝酒 怎麼會不做運動 不過我就不喝酒 是 好了 那 其實我這個禮拜 我不知道它開到什麼時候 應該不是很多天 還有幾天 其實我這個禮拜天的時候 突然間深血來潮 和我老婆說 即是我們下午去吃那些 午餐飲 就是我姐姐說要去那裡吃的 那據說 她下星期 來這個禮拜天 再去 哇 那間店是很爆的 很爆的 但是其實 我現在真的沒有什麼好興 但是我很佩服我二家姐姐 吃這麼多東西 我現在很大忙 我這麼肥大 但我真的吃不太多東西 又可能不想自己餵 也成四百元位 但是很多人 都不相信 原來那些人要排成個月隊 她是多東西給你吃 多東西給你選擇 但是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好興 哈哈 那麼 吃完泡飛 心血來潮 不知道什麼 你看到YouTube 你知不知道 最近的人不斷扔一些片上來 是啊 那我其實都OK 鄭壽文 昨天我想說 但我又寫了 沒有說到 我反而覺得 鄭壽文 年紀越大 今次有很多嘉賓 都是找一些新人 即是不同界別的新人 是啊 我覺得她越來越有那種阿姐 那個格局 她又不是擺一個款式出來 是吧 因為成仙啟後 她會說 任何一個人都經歷過新人的時間 我們要分享 希望多些觀眾認識 這些新的歌手 吸收多些經驗 嗯 這些這樣的態度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 每一個人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 不要說是一個表表者 我想每一個行業都好 有人肯學的 肯虛心的 都應該要教的 當然 你不教 你不教沒有成全 那就消失了 很重要的 周哲樂見到 阿楓昌豪 有一個禮拜 都有一個女生上來 讓你成全一下 教她的 什麼叫讓我成全一下 不是 我說得不好 是讓你傳承 讓你教她的 教她的 我也是教她逆經 教她逆經 逆經 逆經 但是我真的想問 為什麼你不開 你沒有收她的錢 沒有啊 你開班 我等你開 我開班 那我是不是不收錢 我等你開 那我是不是不收錢 是不是不收錢 當然不行 那麼多人 哦 多人網友就要收錢 一個女生就不用收錢 你真的令我們很懷疑 OK 但是我 我現在真的 這麼多聽眾在這裡 就無謂說這些事情 我相信你都不會有 戴心吧 短故都不會有 是吧 很難說 大哥 男女的事情 其實呢 一個男人女人 女人淫相看不見 你看到的 假如我們面上一看 看到 最容易是看哪裏呢 最容易 看一隻眼 通常看個人 是不是淫是看一隻眼 女人的眼是怎樣 水汪汪的 那隻眼好像不哭 都會有泡淚水 浪下浪下 那些 那些叫奴花眼 OK 那男人呢 男人 男人看個鼻子 就不是看眼 不是看眼 那鼻子怎麼為之淫 那個鼻子 其實有些男人 都可以看一隻眼 有些人經常說 戴口眼鏡擋桃花 其實有些男人 都可以看眼 但是那些男 通常是年輕一點的 男人才可以看眼 成年一點的男人 通常看個鼻子 OK 眼是怎樣看呢 現在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都是 你經常見到他的眼 水汪汪 不哭也有眼淚 那鼻子呢 鼻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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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不算 你也不算 我算不算 但是男人那些人都很鹹 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人賤 色不跟人賤 不是 剛才你剛才說的 男人都是很鹹色的 如果這樣說 那些男人是怎樣說的 誰說的 那些叫什麼 性機渴的那些人 就是無時無刻 是啊 那些無時無刻都是想女兒 見到女兒都最早 即十歲都是要 是啊 每晚五六次好像可白那些 可白吹吹 可白吹吹 可白是淫養來的 雖雖是一年多大了 是 好了 鄭秀文 鄭秀文呢 其實呢 鄭秀文做天后當紅的時候呢 很多人永遠都有這種 一代不如一代一代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是低估的 鄭秀文 我覺得他挺OK的 你說他不是很好 你不是聽一下他 你只聽一下他唱Live 你聽一下演唱會 其實鄭秀文也很穩的 鄭秀文呢 那晚我們想說 不如即場去買一張票 那我為什麼沒有買到呢 我就是怕怕的 我吃炒價不要緊 因為呢 六百多元的票 炒到一千多元 那我接受到的 一千多元 就是三千元 三千元 就是兩個人 那我接受到 你炒到四五千元的票 我真的接受不到 但我更加怕的 就是有假票 是的 黃牛都不怕 最怕假票 昨天呢 警方呢 這個人真的很笨 這幾個是大陸仔 在網上 他發售 為了加強別人的信任 他甚至乎在場館門口說 你們去驗票 OK 現場交收 OK 好了 那麼 警方呢 就接到投訴之後 那報局其實很容易 因為他繼續去做的 那麼 就打電話去 就是放蛇 好了 發覺那些門票 偽造門票的特徵呢 包括紙質 字體 二維碼 雷射防 雷射防偽標籤等等 都是非常 仿真度很高的 而且呢 假的門票裡面呢 也都有 譬如你說要買連位 有連位的 但是在警方 搜到在你身上 很多門票呢 是 那些位置 當然是假的 或是你 對 對 對 要是將 五個疑犯呢 就是 拘捕 這五個疑犯呢 都是持雙情證的 34至46歲 老實說 我也不想說 喂 大陸 你專門犯案 不要說這些 但是香港的罪案率 這麼高 那你又說有沒有關係呢 這些粉牆 當然有 當然有 特別多這些 不過 也都見到 我們偉大警方 不要因為他們是大陸下來 就不拘捕 都維持著我們那個 法治的水平 是 撲案的水平 喂 我去救他吧 我去坐牢 幹什麼 你不用炒 炒和牛 不要緊 炒和牛 不要緊 炒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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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慘 騙了錢拿著槍飛進去 然後照顧照顧 老闆 老闆 留的 然後又爭 搞到買了正位那個 都被你騷擾到 其實有幾個東西 我可能受不了 也是我認為是死傳家系列的 雖然 可能我都會犯過我沒有的 我一定會做的 就是我看看電影 看看演唱會 OK 我不要那麼糟糕 五分鐘之後 其實我都覺得 其實都不行的 我條線都很緊 我的心都暗咒罵他 叫你老母 我試過呢 去看電影 我不會阻擋人 因為很少人 嗯 我開頭了一分鐘 我不想看了 為什麼呢 我錯過了 我怎麼說什麼 就是開場做的 我看少了 我看少了 我看少了那個鏡頭 我不看了 買個張飛看下場 是 你老母 喂 如果不就不圓滿 那些人問我們 你有沒有看九龍城寨 沒有 沒有 為什麼呢 我只要我看了 30秒 我覺得我沒有看了 你老母 看完兩個字入場 都開場兩個字 演唱會也好 對 還要阻擋人 對 所以在外國 例如英國 他們經常看歌劇 很流行的 他們開場沒有的 等到一個休息的時候 你又開門給你 你跟韓國駕駛飛 就算了 又不會等兩個小時 可能15分鐘 即下一個休息的時候 就放你們進去 如果不然你騷擾到人 那些死傳家 多謝神